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国风云 我是主讲人大国小将 今天是7月8日 今天播放一条热点新闻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的演讲时被枪手近距离枪击后已经身亡 枪手是中年的奈良市民已经被控制住 目前并不知道枪手的杀人动机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报道 当地时间8日上午11时30分许 正在日本奈良市进行街头演说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倒地 现场出现两声枪响 一名男子在现场被控制 据日本自民党安倍派系的相关人员称 安倍晋三胸部遭枪击 已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据奈良市消防局称 预袭的安倍晋三目前意识不明 心肺停止 最新消息是基本已经没有了生命提征 当然宣布死讯这么重要的事情还是会稍晚一些 1954年9月21日 安倍晋三出生于日本东京 父亲是安倍晋太郎 曾经担任前首相钟曾庚康洪的外务大臣 母亲是前日本首相暗信介之女暗养子 安倍家族可以说是官宦世家 安倍父母亲育有三子 安倍宽信 安倍晋三 暗信夫 暗信夫是现任的日本防卫大臣 经常批评中国政坛政治家族的人 一般不敢批评日本政坛的官宦世家 不敢批评台湾政坛的官宦世家 比如苏贞昌家族不敢批评美国政坛的官宦世家 不惜家庭老爹和儿子都是美国总统 这是那些批评中国政治的人的言论自由 单方向的言论自由 安倍晋太郎与安倍晋太郎的父母亲皆已过世 安倍晋太郎的父母亲皆已过世 安倍晋是其父亲暗信介的独生女 暗信介曾沦为美军俘虏的击下囚 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无罪获释 安倍晋太郎夫妇婚后和暗信介同住 安倍晋三从小就看着外祖父安信介 和父亲安倍晋太郎从政 安信介由同盟国指名的战犯一路做到首相 而安倍晋太郎也做到外务大臣一职 另外安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也曾任首相 2006年9月26日 安倍晋三当选第90代日本首相 次年9月12日辞职 2012年12月26日 出任第96代首相 成为战后积极田茂之后 第二位再度败相的政治家 2014年12月24日 连任日本第97代首相 2017年11月1日 第四次当选首相 2020年8月28日 宣布辞任首相 于9月16日正式卸任 并离开首相官邸 安倍晋三当了多任日本首相 那些经常批评中国的人 也没敢说安倍称帝 这是恨国者们单方向的言论自由 身为二战战犯的后人 安倍晋三多次参摆晋国神社 而且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小弟 安倍对中国态度也并不友好 在任时一直鼓动美国围堵中国 下台后更是公开支持台独势力 2021年12月14日 安倍晋三以视频形式参与台湾论坛 再次发表涉华言论 在论坛上 安倍通过视频演讲宣称 应该对中国说 不能追求领土扩张 减少挑衅邻国的举动 安倍晋三这样的一个日本前任首相 日本政治家族的代表人物 不管是重伤还是死亡 对中日关系影响都不大 毕竟日本是美军驻扎之地 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极为严格 日本政治人物想要推动中日关系和好 往往不会有好下场 要么会被媒体公布丑闻 要么就是会有人身安全压力 甚至直接夺走生命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频道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咱们一起用证据了解真相 谢谢